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真的有轮回吗 人到底有没有来生 三是因果 六道轮回是存在的 只是凡夫没有现正的能力 唯有修正到一定境界的菩萨 能够实证 佛法说 六道轮回 众生在天 阿修罗 人 畜生 恶鬼 地狱 这六道之中 头出头末 此此生彼 无有除妻 人都想知道未来 也都想知道我们的来世 其实 佛在经中已经告诉我们了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做者是 欲知人有没有来生 因果循环 你可见古至今 也可以用现在我们的所作所为 推想未来 当下悟到 就可以知道三世一体 三千一念了 在人间 我们常常会说 人死为鬼 其实 我们六道轮回 并不是每个人 死了以后都会得到轨道 是因为我们的造业不同 所以你的道路也不同 那到底是怎么堕到轨道的呢? 听完了今天的这个视频 一定为我们的来世打好基础 做好准备 千万不能堕到三恶道啊 一失人身 则万劫不复啊 今天墨学就来给大家分享 佛说鬼问穆连经 就知道做鬼的原因了 佛住在王舍城 加兰陀诸园的时候 有一天傍晚时分 穆连尊者从禅定起来后 就到恒河水边经行 看到恶鬼道的众生 每个都受到不同的罪报 这时 诸恶鬼看到 尊者穆连都起了恭敬心 向尊者请问自己受报的因缘 一个鬼问道 我经常头痛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穆连回答说 你前世为人时 喜欢用手杖打人的头 所以现在受恶鬼报 将来还要受地狱报 一个鬼问道 我财产很多 但却喜欢穿破烂的衣服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曾经不失修复 后来又后悔了 所以现在受恶鬼报 将来还要受地狱报 一个鬼问道 我经常居无定所 老是睡在街边 向道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的时候 有客人来借助 你不肯答应 等到客人已经不想住了 你又生气了 因此之故 现在受恶鬼报 将来受地狱报 一个鬼问道 一个鬼问道 我吃不到五斗之粮 老是不饱 到底犯了什么过失才会如此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请人吃饭 也总不让人吃饱之故 所以现在受恶鬼报 将来受地狱报 一个鬼问道 一个鬼问道 我的肚子大如翁 咽喉细如针孔 吞不下食物 以前曾经造过什么罪啊 才会受到这种报应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当聚落的首领 而你却仗势欺压百姓 随便打人 强迫别人供给你美好的饮食 所以现在受恶鬼报 将来受恶鬼报 将来受恶鬼报 将来受地狱果报 一个鬼问道 我的男性生殖器 生疮发烂 疼得无法形容 到底曾犯了何罪 以致如此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曾在佛寺这种清净地方行淫 所以受此报应 将来还会受地狱的果报 将来还会受地狱的果报 一个鬼问道 我有很多的儿子 长得都很端正 令人喜爱 但是全都早死了 我一想起来就肝肠寸断啊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见到自己的儿子杀生 心里很欢喜 还和他们一起吃被杀众生的肉 由于杀生的缘故 儿子都得到了短命早死的果报 而你由于欣喜他们杀生 所以现在得到哀伤之痛 将来还要到地狱受报 一个鬼问道 有一个鬼问道 有一条牙齿 锐利两眼发出赤光的大狗 经常来咬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带狗打猎 残害众生 没有一点慈悲心 将来还要受地狱果报 一个鬼问道 有一个人 老是拿着一把利刀来割我的肉 一直到把我所有的肉都割尽为止 而不一会儿我的肉又再长出来 这个人又来割我的肉 真是把我给痛死了 究竟我犯了何罪呀? 受这种果报?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杀割众生的肉 没有一点慈悲心 所以受此报 将来还要下地狱 一个鬼问道 我全身到处都疼痛不堪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捕鱼 而且往往把王捕到的鱼丢在沙土上 让他们受很大的痛苦而死去 所以现在受到了这种报应 将来还要到地狱去受苦 一个鬼问道 我一直都很笨 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半劝 半强迫灌人酒 令人喝醉而糊里糊涂的 所以现在很笨 将来还会受地狱之报的 一个鬼问道 我常常觉着又热又渴 走在路上 见到恒河就想投入河水 以消热渴 但是我一走路水里 身体马上就烧得焦烂 而且焦烂的肌肉还会掉下来 露出了骨头 虽然很渴 但是只要喝一口水 腹内五脏就会被烧得焦烂 实在疼得无法忍受啊 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啊?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放火焚烧山林穿泽 残害众生的命 所以现在受此报应 将来还会到地狱受罚 一个鬼问道 我常常觉着又饿又渴 想要到厕所拿大便来吃 但是厕所的大利鬼 总是拿手杖打我 让我没办法靠近厕所 为什么会这样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是佛寺的住持 有其他的比丘来做客 你很吝啬 不请人吃饭 等克比丘走了之后 才和其他旧住寺的比丘用餐 因此获得了这种报应 将来还要到地狱受罚 一个鬼问道 我身上到处粘着一些又臭又脏的东西 当我饥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会自动去吃这些污秽之物 我曾经犯了什么罪吗?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是修犯天法的婆罗门族 有一天 有一个修行人 过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之后 来向你起食 你就想了一个法子 让它以后不要再来向你起食了 于是你就把它的玻拿来 先把大便装在下面 上面则用饭盖住 这个道人就把玻拿回住处 把手脸洗干净之后 准备用餐 而这时玻里的饭已经脏臭的令人不敢靠近了 因此之故 你现在得此报应 将来还会堕路 愤使你离地狱受罚 一个鬼问道 我的肩膀上老是有一个铜瓶 里面装满了铜枝 我的手会自动拿着铜勺 把铜枝咬出来 往自己头上浇 真是痛苦不堪 究竟是何因缘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是当佛士管僧士的为挪 你把一瓶苏藏起来 等克僧走后才拿出来 和救助僧分享 要知道这瓶苏是寺庙的公产 一切人都是有分的 由于你吝惜僧且的共有物 所以受此报 将来还会到地狱受报 一个鬼问道 我一直不是登刀山建树地狱 就是堕路火海或沸腾的汤锅地狱里 不停地受种种的苦 这是什么原因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 是天神庙的主持 你经常烹杀牛 羊 猪 三处来祭祀天神 你把三处的血肉灌洒四方的时候 向众人宣称说 你们也这样祭祀天神的话 就会大吉大利 由于你散步这种邪魔妖孽之语 欺骗父母百姓 所以堕路地狱受罚 一个鬼问道 我经常不听的吞铁丸 究竟是为什么呢 穆连回答说 你在世为人时是个沙迷 有一天 你拿干净的水做十米浆 趁工作之便 你偷偷地把坚硬大块的十米敲打一小块下来 就是因为僧众为食 而你先倒食了这一口 获得吞铁丸的地狱之报 穆连尊者和恶鬼说完他们的前世因缘之后 就回到了齐独绝山 佛陀就把穆连和恶鬼之间的问答 说给弟子们听 大家听了之后 向佛陀顶礼告词 并谨记教诫 不敢犯同样的错误 看了这个 他们成恶鬼的因缘 这可是佛经上告诉我们的 大家千万不要不相信 也不要造口业哦 人生到底有没有来世 我们看完了就知道了 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教诫 如果我们现在的人正在造这些业的 一定要忏悔改正 从此不再造 不然的话 三恶道就在等着你 大家也明白了 为什么会堕落恶道 都是一个字 业 这个业维系了生命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千万不要以为作恶来生不报 莫以为行善来生不长 其实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希望大家看了今天这个视频 要守好五戒十善 才不会堕落三恶道 如果想摆脱六道轮回 了脱生死的话 就必须念佛成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脱离了六道轮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布施 喜欢请点赞订阅 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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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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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